基本上雲端上都可以找得到 所以回家答案 第一个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里面 我们是在第二类的 所以这边的话 在第二类的PHP 与MySQL这个能力 里面我们今天是202 相关的上礼拜部分 我们是如何把一个 Excel的档案 传到MySQL里面 可以让它run起来 可以至少建立一个 一个Data Bay 一个资料库 里面的话会建一个 Students的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也就是说今天假如说 你有Excel档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它传上去 不过特别注意 这里面的话会牵涉几个问题 说那个在MySQL里面 它基本上 你不能直接把什么 Excel直接丢上去 所以必须要把它转成什么 它有支援一个CSV 那因为如果你用别的格式的话 你用Seql它可能也没有 因为你在你的云端管理里面 它基本上在这边有一个Admin 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第一个你要先把你的安全性 记得先把它全部射成绿灯 所以如果你这边进来的那个 进来的那个State Security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绿灯的话 那你记得怎么样 要去改一下 改哪里 改这边Security 那我 我这好像上一半讲过了 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连接 记得把那个 你的PHVMyAdmin的Password 记得要去变更 因为如果你没有变更的话 任何人只要登录进来之后 就可以任意的去修改 你资料库里面的东西 那是非常大的问题 那其他还有像那个 Sample里面的那个Root 看看要不要更改 不过预设的密码 我们通通都改成1234 那这个是第一个上礼拜的重点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进来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管理MySeql 那当然你设定好密码之后的话 你可以从这个主画面里面 点击之后 它会进到那个PHVMyAdmin的 那个管理的画面 那如果说你没有设定密码的话 它会直接就进到里面 但是如果你有设定密码的话 通常这个地方呢 会出现什么 这个使用者名称 那一般管理者 一定是Root 那密码的话 我记得我们用1234 那你尽量尽量用那个 你记得起来的密码 或者是你干脆用1234好了 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少一些 那进到里面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管理几个 资料库 资料表 跟栏位名称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像上礼拜那个 会是在我们比如说有个Test Test里面的话 会需要建一个那个 这个这个 Test里面 那我们可以建 记得是建造是Test2 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要把那个Student 传上去的话 当然你要对应的那个栏位名称给它 然后放在这个Test3好了 那类似这个这个范例建好之后 当然你可以看到 里面它有很多的汇入机制 那汇入里面的话 基本上 要不就是 这边有那个 这边可以浏览 可以上传 那当然你可以 比较常用的 不外乎就是CSV 不外乎就是SQL 还有最下面有个什么 XML 你可以用XML 不过XML格式 恐怕会比较麻烦一些些 那比较通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CSV 不过特别是说CSV传上去的时候 记得 微软的那个Essail 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 要 你如果要传上去的话 它的预设是那个BigFi 所以你要记得先把它另存成UTF8 那最简单的方法 我上海里方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用记事本就可以帮我们做到 那一样的方法 你把这个东西传上去 然后建立好之后 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有个Students的一个 这个这个资料库了 资料表 那今天的话 我们继续来看那个 我需要建立一个什么 资料库 那这个资料库主要做什么 这个Library 这个Library主要是 里面会有个Book资料表 这个资料表 主要就是放了这几个栏位 包含就是 这应该看一看 应该 主要是这几个 第一个栏位是ID Book Name 然后Publisher 就是出版社 作者 价格 ISBN 大概会有这六个栏位 那主要要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说 这个是 证照考题的2012题 它要我们做出来 类似像 这边 我把那个最后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 我们进到 这个2012题的话 会有第一个页面 就是说 书籍查询 那查询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希望 在这边有 至少会有三种方式查询 包含就是书名 作者 跟出版社 那当使用者选取其中一个的时候 并且可以在旁边这个文字栏位里面输入一个关键字 按下查询之后 可以帮我去哪里呢 可以帮我去 这个MySQL里面呢 去查查看 那不过特别注意 你当你按下查询的时候 一样嘛 必须把什么呢 把这个关键字 丢到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丢给另外一个工作 另外一个那个PHP的程式帮你抓到 那我们丢给谁呢 丢给这个PHP2 并且后面加一个问号 也就是用get方式传递 那传递的话呢 会给它几个参数 包含就是select 然后后面的话会有个keyword keyword的后面的话 当然这个就是按钮 然后呢 它会帮我查出有关这个PHP的关键字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你还可以点击进去 比如说这一本书 PHP的网页翻例教本 比如说像这本 我们好像上课我们指定的 这里面好像没有 假设这本 详细资讯 当你点击它的时候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我详细资讯的话 会 转移到那个 02-3的这个PHP 里面的话 就传递几个参数 包含就是ID select 还有这个keyword 然后把这一笔记录呢 把它调出来 大概会有这三个页面 那请各位 第一个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的环境先建置起来 第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的MySQL里面 应该上礼拜有讲过吧 就是在那个 第一个你先确定一下 如果你的PHMyAdmin里面 已经有一个Library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了 如果说你要重建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先删掉 把这个Library先删掉 如果没有的话 到首页里面 找到那个资料库 这个有个首页 资料库呢 你就先建一个Library 然后编码方式 记得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拉到最下面 大概往上 找到UTF8这一个 按建立 这边打Library 建立之后的话 那我要怎么快速建立这个 建立之后的话 再到那个SQL 你把那个SQL这边打开来 然后呢 我们根本底下 会有一个这个题目 已经给我们的一个叫Library.SQL 打开来之后 有没有 请你把它全选 复制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我们刚刚的这个 这个环境把它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 如果你本来 没有那个Library 没有Book的话 它会自动帮我去建立这个table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前面是注解 就是在第一个你必须要有 一个Library的资料库 然后呢 它会自己帮我们 建立一个Book的资料表 这个Book的资料表里面 记录了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那这五个栏位里面 大概主要就是ID 长度的话为10 而且NANU 自动帧号 这个我想 如果你有用过 那个SQL的相关资料库的话 应该都不算陌生 然后 然后再来是BookName 用Varcha 50 这个也是NANU OK 就是不允许 里面是空白的 然后分别是这些栏位 其他的话 我想都差不多 这边有个Price 不过有个Default 这个我想比较特殊 你如果在预设值里面 你输入一个值的话 他会自己帮你加一个 就Default值 然后其他的话 设定他的Trust Set 就是他的编码方式 会UT8 然后呢 这个段落主要是 帮你在MySQL里面 建立一个Table 但是里面是空的 那第二阶段的话 当然就是再往下 这边是注解 再来利用什么 Insert into 这个指令 帮你Insert资料到Book 里面的Value 就有这些 总共会有这些资料 按下执行之后 他就自动会帮我 产生一个Bo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最后记得执行 那你可以在你的Book里面 可以看到 会有这些资料出来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如果说你这些资料没有的话 你后面的那个 动态网页部分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那个 确认一下你的环境 那里面包含 就是Security里面 那个 就是有没有安全性 三个是不是都绿灯 第二的话 就是在那个 PHPMyAdmin里面 先建立一个 新的资料库 然后呢 再从根木屋里面 找到一个LiveWay.seql 一般 如果你要转移资料库的话 也通常会用Seql的方式 哦 嗯 谢谢大家